大家好,我是Chris 那么上个周末的时候 我是去了一趟吉隆坡 然后在旅馆休息的时候 滑手机看到了一则新闻 说是13个年龄介于13岁到17岁的女孩子 自主韩国团体 网路上就骂声一片 所以就点燃我的好奇心 我就去小小的调查了一下 结果看了他们自己发布的影片之后 竟然发现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学生 那么之后我就去看看 别人到底在骂他们什么 当然有些是有建设性的 但是大部分只是脑残的一些骂骂 那么因为我的学生也是在这个事件当中 所以对这件事情我到底有什么看法呢 那么在我提供我的看法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 我的频道主要会分享我对于教育的一些观念 还有小技巧 以及我对于一些事情还有时事的一些看法 如果觉得我内容还不错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还有分享 那我们马上进入话题哈 首先我想对那13个女孩子说 你们干的真好 光是有勇气自主团体啊 就已经比世界上80%的人还要有胆量 我呢一向来都鼓励孩子们去追梦啊 因为年轻就是本钱啊 怕什么 有梦想就去追 有想法就去做 不要因为那些带有攻击性的留言被打败 因为这些人啊 他们就是一群丧尸 看到有翅膀的人 想要飞上天的时候 他们就会拼命的把他们拉下来 然后把他们的翅膀折断 他们自以为很脚踏实地 其实他们只是现实的奴隶 但是我想说 你们最大的优点 也是你们最大的缺点 因为你们胆子太大 做事情不够细心 所以呢才会被人家说 你们不够诚意 穿着没有用心等等的 我希望呢 你们能够过滤别人的一些评论 学会懂得分辨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你们的翅膀 如果还没有被折断 还计划着下次什么时候起飞的话 这个对你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那么追求梦想的路 本来就不容易 因为一般人走的路 都是别人开好的 但是追梦的人 他们需要自己开路 所以 就凭你们敢追梦 我觉得你们勇气可嘉 但是光有勇气还不够啊 你们需要靠实力 靠毅力 来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 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如果你们还有 接下来的一些计划的话 我希望你们可以在短时间内 磨练自己的心智 不管你们是不是还想要组团体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个对你们接下来的人生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那么曾经呢 一个企业的 开国元老 对我说过 问题早面对 也是面对 晚面对 也是面对 既然早晚都要面对 那为什么不早一点面对 早一点成功呢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 你们是幸运的 能够找一步经历 跟你们同年龄的人都经历不到的一些事情 只要你们可以早一天站起来 你们就比其他人早一天成熟 而这些讲风凉话的人呢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你们就看着你们批判的人 一天一天的在进步 而自己还留在原地 批判着下一个人 那么今天我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已经订阅的话 请记得点击一下旁边的这个小铃铛 我一旦有出任何的新影片 你们马上就会收到YouTube通知 我们下次见 拜拜